家里有三气才是好福气 这三气都跟家里的女人息息相关 第一是烟火气 灶火一开热气腾腾 人类文明就是从有火开始 得以一步步传承下来 所以你要时不时的自己开开火做做饭 烟火气就是家里的福气 第二是和气 一家人就是气运相连 少些争吵多些体量 才能够齐心向路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过来问我运势 我分析完以后都会劝他改善家里的氛围 就是因为你家里要是气氛紧张 谁都不愿意来 他也是一样 这第三是人气 不管房子多大多小 一个家住的人越起整越好 盘团圆圆就是吉利 那要是家里人是外地工作呀 在家里要打打电话 多沟通多交流 家是气运集中之所 一屋子的人要是心不息 那都不是家 只是住所